在都市里平常升的活步调非常的快 放假时去享受大自然会是一种放松及补充力量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要体验搭蛋海青鬼去沙伦海滩 但海青鬼是台湾北部首条青鬼路线 从捷运红线桌到红树林站就可以转成青鬼了 青鬼站相较于捷运站更显得简洁明了 没有错综复杂的出入口 只有简单的左边和右边 刷卡进站以后就能看到青鬼的轨道了 搭青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青鬼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上下车时我们需要自行轻触车门上的按钮 并开启车门上下的车 所以大家要记得按哦 我们现在到了沙伦站 因为我们再次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 所以就先到海滩附近的咖啡厅喝个饮料吃个甜点 这间咖啡厅晚上通常会有人在外面表演 很多外国人会来这边享受海风吹拂并欣赏表演 今天我们来到了沙伦海滩的唯一的咖啡厅 然后这里地下是180 那我们看看要点什么哦 休息完之后我们继续往海边走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拍拍照 玩沙子 野餐 也看到有人在学习冲浪 我们也在那里散散步聊聊天 享受海浪的声音 非常放松 因为沙滩上没有电灯 我们要赶在日落之前离开 词词词词词词 3. 关者 海滩 jeder 2. 迷世 做清鬼到宏室里 stands, 普遍 굶三坡人从宏室里走到宏室里 我们做清鬼到宏室里站, 普遍 굶三坡人从宏室里走到宏室里 2.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去海族了, 适合车寄障逻辉 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去海族了, 谁会像个人合作陪伴 好 如果我们给我们继续续拍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转发 moderator 估订阅 吴 吴 consci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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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KU9 并不吝点赞 订阅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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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